有請我們的蘇院長 辛苦了 請蘇院長 蘇院長 為什麼要感謝所有行政團隊 所有的防疫團隊對台灣的疫情溫出 不願意關營和保有健康和自由的政策審法 也不願意看到台灣的勝利 謝謝 感謝 不是阿里 要是英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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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私親 因為這次疫情還看不到終點 所以行政團隊 以至於台灣每一位國民同胞 都要繼續保持戒慎恐懼的心情 要嚴肅以對嚴峻的武漢肺炎 那在這個防疫抗疫的期間 本席作為客家族群的代表 要特別感謝我們行政院 還有我們這個部長 在這個危急患難之中 沒有忘記我們客家族群的存在 那不僅僅陳部長 特別在我們國人同胞 每日矚目的疫情說明記者會 特別有邀請我們客家的記者 用流利的客語說明 我們防疫的措施成為我們一大亮點 現在我們行政團隊的努力下 我們也看到這個台灣許多的主流媒體 這個頻道中也陸陸續續 有在做客家級的專業醫療的人員 以及政務委員我們唐鳳委員 也利用鄉親熟悉的客語 在宣導各項的防疫措施 本身呢 省比客家族群的 在台北國府議員 希望港台 我們客家族群的聲音 不要照樣拜 按照樣的防疫 在期間來收視 利用鄉親的宣傳 來防疫 但是非常親切 韓國對我們客家族群 尤其很嚴重的狀態 其他的事 又了解我們所有的防疫的熟悉 正經請感謝 你們幾十年 航政團隊對 要拜個用心而努力 先謝謝我們 我們院長 以及我們行政團隊 委員沒有 不是告訴你 航政團隊英國做很多事情 委員多多宣傳 好 那現在 我們衛福部 今天是 我們正次是 今天衛福部沒有 因為不是衛福部的 喔喔喔 我們次長 因為部長在這個防疫的 這個說明 對 好我請教一下我們次長 那院長 你要不要先請回座休息一下 謝謝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問題喔 從歐美或其他國家 反國的民眾 從這個三月初開始 確診人數 往上衝的最大原因 同列為三級疫區 為什麼從歐美反國的民眾 需要這個集中隔離 那日前我們看到案三五六六 在居家隔離的時候 傳染給這個三四三案 以及三六五案 很明顯的可能是傳給自己同住的家人 那造成本本土的案例擴散 而且我們很難百分之百要求說 你這個民眾都確實做好隔離 請問我們正次喔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有調整的空間 跟委員說明喔 從三月十九號開始 我們所有入境的人都要去 就是要開始進行居家檢疫十四天嘛 那十九號開始呢 所有歐美跟入境我們會採取一些措施 就是要他能夠有症狀的呢 在三月三號到三月十四號 有症狀的就先採檢 那主要的問題是在於 剛開始實施的時候 人數相當的多 那另外一點是 我們如果針對有症狀 然後有發燒的先進行去做採檢 那其他的呢 其實你這一次採的是陰性 也不表示他是陰性 因為他可能剛感染 或者症狀還沒出來 所以最後採情的方式是以我們目前 不管是檢驗能量 或者是集中檢疫的空間也好 多方面去考量跟專家會議 討論出來以後 就先針對有症狀的人呢 才做 後來改成集中檢疫的一個 有症狀的人才先這樣子處理 而不是全面性的 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確實有本土案例這樣產生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 從紐約返國的那個C1011 各班機目前已經有11位確診 那326人居家隔離中 如果不是在紐約當地受到感染的話 或者他就是表示在機上內的密閉空間 遭受到感染 這個機率相當高 那因為現在目前機組人員 是不受14天的隔離限制 所以我們會懷疑說 有許多人可能沒有症狀感染 那這樣怎麼樣避免機組人員 可能會確診 而且傳染給別人的風險 跟委員說明 我們在指揮中心曾經 就這方面進行相關會議的討論 那除了現在提供機組人員 包括他的一些隔離醫 還有包括手套 還有他的甚至有護目的這個面罩 那另外最主要口罩當然是一定有提供 目前是有加強到這樣給 而且配給 就交通部那邊配給各航空公司去做 他們航班服務人員的一些保護 不過不應該把這個管理的責任 交給航空公司來自行認定 因為目前航班大幅已經減少 應該不至於造成人力調配上的不足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要做事實的調整 當然我們不是說把責任交給他 我們是要跟他們一起討論 同時要請專家會議 就整個物資還有整個在感染控制 就是避免接觸方面做最後的一個確定 同時在飛機上如果是旅客的部分 他在公餐的時候 大概每個人最好都戴 已經都戴口罩了 用餐的時候最好一個戴口罩 一個先用餐 不要兩個同時都口罩拿下來一起用餐 類似這樣的事情 不但保護客人也保護這些空服人 我想就評估一下 我想就評估一下 這個有時候真的叫危機似伏 好謝謝我們正式 那我們請我們勞動部我們的許部長 部長好 我以前曾經在桃園市政府 現政府時代擔任過勞動局長 大概五六年 所以勞動的業務 我想要跟我們部長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碰到全球第一次這麼大的疫情 不管是企業 不管是人民 都受到很大的震撼 蘇院長在我們發表 我們紓困政行條例的時候 我想這個方案一定是 希望能夠雨露均瞻 我想這個很好 我一直覺得要怎麼樣讓大多數的 受損害的或者受困擾的 受困的這些民眾 也可以得到一些的補貼或補助 那我想這次這個方案看得到 預算從本來的六百億 提高到一兆五百億 這個誠意十足 而且是相當有為的政府 才願意這樣一直加碼 那我現在看到的就是 當然以前有人說看得到吃不到 這樣我們是看得到拿得到 紓困振興要讓勞工安穩也安心 那其實當理財好的人應該還可以慢慢 可以度過 那怕理財不好的捉襟見肘 碰到這種工作失業的情況下 可能他還有循環利息 讓他沒有辦法喘息 那我們看到這個紓困老公 是叫做救急不能救窮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我們現在針對加入職業工會 兩萬四這個保險這個額度的 是由補貼 比如說一個月一萬 那個三個月 像這種情況我們是有一點點小懷疑 就是針對這個自營業者 是不是所有的職業工會都可以比照辦理 就是說我只要是職業工會 我的額度是兩萬四的保險額 我沒有領過其他保險 我就可以每個月領到一萬塊 領三個月 那我的看法是 要雨露均沾 像這種情形加入職業保險的 未必是他就是自營業者 有的當然還是在小型的工廠 有兩三個人的 像這種情形我是覺得 是不是都要補助一萬 我認為說如果他有需要 是不是就給他做這個紓困低利貸款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低利貸款 我認為說第一年如果無息 我其實認為其實都要有息 不然不借白不借 任何人都來借 那我認為說三年都給他低利 低一點其實算起來是 跟我們政府補貼的額度是差不多的 我想這也是可以考量 我想部長可以考慮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針對職業公會 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我們大概已經針對了 百分之六十五的職業公會的勞工 因為他大部分是不一定雇主 跟自營作業者 那篩檢以後包括排富之後 其實大概可以幫忙 一百萬位一百萬的職業勞工 那其實也考慮到說 有些部分可能勞工除了補助以外 那可能有些沒有補助到 他可能也有經濟上的一個需要幫忙的 所以我們這次在紓困2.0裡面 也有爭取了 就是由政府來補貼第一年的利息 然後那個貸款期限是三年 那每名勞工可以貸款十萬的勞工紓困貸款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預計 可以幫助五十萬名的勞工 如果他有這樣的一個貸款的需求的話 他就可以來參與這個申請 這個我們再來詳細切磋一下 是 另外針對這個充電再出發的這個計畫 我是覺得還是有點問題 因為每年碰到 每次碰到這個 比如說金融風暴啦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我們都用這個訓練代替補助 那這個補助有點特殊情況是說 因為在這種特殊情況 那現實的就是收入補足嘛 那如果每次上課都領不到兩萬塊 那而且這些民眾是沒有心情上課 因為比如說我的貸款 我大概三萬我都不夠 甚至在上課是還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你還上三個月的課程 我是覺得這個有點有失考慮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你還是給他信用貸款 好信用貸款 我是覺得比較妥當一點 報告委員 那個我們現在充電再出發 如果他來參加職訊 其實是可以有線上課程 不一定是要群聚上課 我們有開發線上課程 那一方面是說 其實充電再出發 基本上他還是要 雇主還是要給基本工資 那如果再加上我們 給他的這個職訊津貼 每小時158元 那像這一次我是特別把 他可以參加的時數 從100小時增加到120小時 那其實對他來講 對我們的勞工來講 那一方面參加上課 另一方面職訊津貼 就可以改善 就對維持他一定的薪資水準 這樣我瞭解 另外我想要討論的就是 我們勞動法令 很多廠商出事違規的時候 馬上就給他處分 你看有的才2萬以上 這個是輕微的 然後我們看到情節輕微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給他一個改善的機會 所以是不是請部長 讓我們同仁去檢討一下 有些輕微的情節的 是不是讓他能夠先有改善的空間 再來做處分 那我想廠商 常常拿到處分書的時候很生氣 他們說我們腳睡腳都要命 你們一直跟我們處分 那我們再下一個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外籍移工的部分 那外籍移工我們看到 常常就是廠住沒有分開來 這一部分 那部長有什麼樣的看法 報告委員 廠住分離這件事情 因為依照目前經濟部的法規 編席審議大廠 就是廠住沒有分開 我們會時三個月的祭審議 把它們看著 我們會見的 金光明議員 好想不給他